兩輛車經過體外道路 後車車底突然飄出大量紙張 不僅四處飛散 有些還飛到一旁草地 原來是前面這輛藍色貨車 先掉下至少三個紙箱 被後車的輪胎壓過後 這些紙張就這麼飄散開來 而這些都是麻吉醫院的文件 部分留有病患的個資姓名以及地址 其中一張就寫著麻吉醫院第一至第三級 管制藥品專用處方劑使用記錄單 處方用藥等相關記錄一覽無遺 有民眾目擊之後感到相當傻眼 馬捷醫院表示當時文件要從臺北院區 送到淡水院區 經過臺北市通河西街體外道路 瞬間強風導致捆綁的繩索突然斷裂 造成直箱掉落破損 文件四散 上百份文件飛散到周美快速道路上 距離至少五公里 司機折返並回報 院方也派人到現場撿回掉落的文件 馬捷醫院表示已經責成合作廠商重新檢視 再送時的安全防護 日後將加強綁身機調整帆布 包覆方式 呼籲如果有民眾撿到 請交給警方 律師表示過失沒有刑事責任 不過依據醫療法 可處一到五萬元的罰環並限期改善 也應該通知被洩漏的當事人 及通報主管機關 另外如果各自遭到曝光的民眾 也能請求民事賠償 這回馬捷醫院的病患 文件掉落路上 院方說已經建立擴大區域確認 就怕病患個資外泄 衍生其他風波